配合交通部四季交安专案第二季入口安全主题 台北市交通局公布111年4月至5月 包括入口交通事故件数、死亡及受伤人数 都较去年同期减少 也是近三年最低,显示执行成效良好 本市第二季的交安专案入口安全主题执行的成效 那经过交通局透过跨局处的机制 已经从109年的19881人降到110年的19325人 那已经有显著的成效 那我们为了提升用户安全呢 我们针对A1事故多事故路口及校园周边道路的设施 进行这个滚动式的检查改善之外 并积极的这个改善放大型行人专用耗置 以及延长行人描述等行人安全措施 并由本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 针对路口的车量不离让行人 闯红灯以及违规左右转等 一些违规行为的时段跟路段来做一个加项执法 那今年111年的4月到5月 我们取缔了27,151件 已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231件 那此外为了深化这个七级车路口停让行人 行人行走行人穿越道的观念 本局利用这个多元管道宣传 那共计露出了392万6,160次 并持续推动交通安全守护团的宣导 那今年4到5月我们宣导人数呢 已经比去年同期多了1,772人次 那而且路口交通事故件数的为2,170件 已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20人 也减少了百分之 将近百分之五 那死亡三人区域比同期呢 减少了三人 减少了百分之五十 那显见它的成效良好 而且是近三年最低 针对四季交安专案第三季安全驾驶主题 台北市交通局也将向民众积极宣导 那针对四季交安专案接续的第三季的主题呢 我们交通局表示 有将向民众积极宣导 不逼车 不超速 防御驾驶的观念 路口停让行人等 路口交通安全观念 提醒开车民众进行人 特别要遵守这些规定 那此外本府的警察局 也会于暑假期间 加强危险驾车及改装车辆的查查勤务 以及不必测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观念的勤务 针对辖内易造式的超速路段 以执行移动式测速的取缔的勤务 并推动未成年无造驾驶 以至保管车辆的执行企划 强化车辆所有人的管理责任 尊重自己以及其他用人的生命安全 达到提升交通安全的目的 另外交通事件裁决所 依据酒驾新法规定 针对履次酒驾或据测违规 在犯者也在交通局官网公告 111年第五次酒驾累犯者姓名 照片及违规事实 财警所这一次公布 第五次酒驾累犯的公布名案 那酒驾累犯的部队呢 经车是储罚款9万块钱 那汽车是储罚款12万块钱 那如果是据测的话呢 每次是罚款8万 那第二次据测的话呢 就是18万乘2 那这个是罚款是没有上限的 那财警所在这边呼吁民众 开车多久久后不驾车 如果说必要的话 就是寻找代价 或者是让人大宗运输 以免处罚发生汗事 交通局也将持续多管齐下 加强工程执法及教育宣导 维护民众的交通安全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感谢您的呼吁 请订阅